老板用雇员认股计划吸引人才 员工该接受吗 雇员认股计划是否值得员工认购 鉴于该公司有没有成长和成功的潜力 而且还应该记住 雇员认股计划不是公司及时支付的奖励 还需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享有 打工一族在决定接受有雇员认股计划的工作机会前 该先考虑 1.了解及估算股票价值 如果是上市公司 从该公司在交易所的表现相对容易评估 如果是位上市的初创企业 则需要做更多的功课 来了解该公司股票的潜在价值 2.了解股票期权税务 股票期权可以是被视为必须课税的就业福利 在接受雇员认股计划前 该了解必须根据这些股票的类别 和持有时间缴纳税款的金额 3.对薪酬谈判的影响 一些工作机会会将雇员认股计划纳入薪酬配套中 那员工实际上可能是在用自己的钱来获得这个机会 4.股东权利和股权条款 员工与公司老板或投资者所持的股票期权的价值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公司在进行新一轮的股权融资 员工拥有的股权可能会被稀释 这种情况常发生在老板想要脱售自己的股权来套现的时候 另外,如果员工选择离职 一些雇员认股计划的行权价格可能会被调高 因此该仔细阅读所有的条款和条件及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